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不想回答你这种 胡搅蛮缠的问题 放开 陆琳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您好 有没有吃海鲜过敏的药 是你本人过敏吗 不是 是我太太 她吃了一口虾 脖子上起了红疹 药膏外涂不要抓脑皮肤 以免发炎 还好 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吗 这段时间呢 要避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如果再严重的话 建议去医院检查 谢谢啊 没 没 还好 谢谢 能吃饭吗 不不知 来 酱 再生ED 我 笨蛋 不能吃海鲜 还要逞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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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买了早餐 医生说你要吃清淡一点 他没看到我给他买的药膏吗 去哪儿啊 不坐车啊 喂 喂 竟然对我冷暴力 不坐车算了 谁稀罕在你啊 我已经给他台阶下了 他不下 让我再投契 不可能 不可能 这陆考拉平时性格挺温顺的 这会儿 这回怎么气性这么大 我个人认为 考拉性格很温顺 生气几率很小 哼 生气几率是挺小的 但是发起脾气了 可是很暴躁的好吗 如果你想知道正确答案的话 建议你去问一下考拉 这都什么扑我回答 截止一模一样 好 好 我是老板 他是员工 要道歉 怎么说应该是他给我道歉 不行 来办公室 有一种心情叫做患得患失 人们总会因为喜欢上别人 而变得卑微起来 但却忘记了 如果一直追着光跑 光永远也不会看见身后的你